这里面呢有两个案子 奖金是三千元 谁愿意赚啊 我想问问该做什么 很简单 破破天堂水罢了 破天堂水拿三千 点火呢 点火可厉害了 八千块 不过现在不用你去做 那好 我怕天堂水吧 他年纪轻轻就是橘子里的关照对象 加入社团后 凭高超的武艺打下不少地牌 他成了社团龙头 将社团业务拓展到海外 在当地赫赫有名 引得海外当局对他做了一份报告 他曾为屡乐收租 后来却因此而结怨 两人斗了二十来年 他在晚年转型中医 发扬国粹 为此还含泪亏了一千多万 他就是江湖人称湾仔皇帝的 沙老太 和和图社团的龙头座管 这里是黑白人物质 今天让我们了解一下 沙老太背后的故事 沙老太 原名陈泰 又叫做陈廷雄 他生于1938年 是广东潮州人 在那个混乱的时代 人就像罗伊一般 那年头的人经历了太多磨难 能活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四十年代末 一股逃港潮席卷了内地 很多穷困潦倒的人 纷纷涌入香港寻求生计 而陈泰一家也在那时候来到香港 那一年的他只有八岁 年纪这么小 哪有什么赚钱的本事 经过多年的磨难 陈泰总算还是长大成人了 却也没学好 加入了黑道社团和和图 1958年 陈泰在街头当起了小贩 因与人发生冲突 把人给打伤了 被关进了牢房 在此之前他一共被抓了八次 罪名有很多 比如倒卖黄牛票 比如去看霸王戏不给钱 比如帮人卖面粉啥的 这一年他才二十岁 正因如此 他年纪虽然小 却是橘子里的常客 而陈泰在江湖上被人称为傻老泰 这可是有来头的绰号 傻老可不是什么好词 在粤语中 他便是傻子的意思 陈泰是个暴躁的人 有时候跟人谈笑风声 可对方一旦说到他听不顺耳的话 他就暴跳如雷 甚至有时候还是直接出手 在打架上 他就是个愣头精 每次他都是最先出手 打起来不要命 打得对手心惊肉跳 也正因他的为人如此 江湖人才称他为傻老泰 六十年代 陈泰凭借着过人的身手 以及不要命的打法 拿着四十米大砍刀四处插旗驼地 从湾仔码头砍到了 湾仔的地铁站 各方猛人竟没有一人 能与他匹敌 湾仔大部分地盘 也就被陈泰收入了麾下 陈泰手持大砍刀 傲视群雄 原本在湾仔发展的一些势力 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 有的落荒而逃 有的匍匐在地棘手投降 自那以后 陈泰独霸湾仔 统领群雄 被江湖人称为湾仔皇帝 湾仔可是个风水宝地 因为这样的游水特别丰厚 陈泰拿下湾仔 为社团立下了汗马功劳 很快就成了 和和图社团的龙头老大 陈泰之所以能迅速爬到这个位置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实力确实很强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他和旺角滑碳场中 常有的关系很好 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情况下 陈泰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事 他率领和和图各路猛人 打架不少地牌 湾仔 铜锣湾 香港仔 上环 西环等等 每个月光是向小摊贩们 收取保护费 就能拿到上百万 和和图也因为有了陈泰 势力迅速膨胀 社团的生意越做越大 从菜市场收保护费 到开独大 独大 青楼等等应有尽有 而陈泰的地盘则是在 湾仔的洛克道 洛克道上 无论是麻将馆还是洗浴中心 无论是酒吧还是菜市场 皆被其收入囊中 洛克道上的灯红酒绿纸最精明 使得陈泰在短时间内赚得万贯家财 别的社团虽然看着如此丰厚的 收入十分眼馋 却害怕陈泰手头的那把大砍刀 也正因陈泰在洛克道一家独大 独此一家 洛克道被江湖人称为陈泰记 用人民来给街道取名 足以见得陈泰当年在江湖中的地位有多高 陈泰手底下野出了不少厉害的门生 比如正报 澳门广东会的大股东 比如吴志雄 古货仔里面的大壁哥 比如庄炳强 在美国叱咤风云的三藩式教父等等 这些人在外面无疑不是赫赫有名的大腕 可到了陈泰面前 就得称他一生老大 1968年 意识到形势不妙的武艺探长吕乐 年仅48就匆匆退休 想以收租度过余生 1973年 廉政公署成立的前一年 吕乐很急地变卖资产 原价3999个房子 现在只要998 由此可见他是有多急 卖掉了大部分资产后 吕乐带着小姨子仓皇出逃 当然 吕乐贪慕的实在是太多 还有一些卖不掉也带不走的 比如楼房 比如麻将馆 就拿湾仔的几个麻将馆和餐馆来说 吕乐在跑路之前 这些是承包出去给别人做的 原本也算是收入稳定 K吕乐跑了之后 不仅没了分红 最后连店面租金那人也不付了 不知道是真的亏钱呢 还是承包的人坑了吕乐 中场友 张秀和吕乐这三个探长 是一起进来的好哥们 当初吕乐逃亡的时候 他们也跟着跑路了 他们曾经在香港呼风唤雨 而金元走他乡 在香港的产业也逐渐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因此他们急需有个代理人来打理这些产业 而陈泰与中场友十分要好 湾仔的麻将馆不仅是吕乐的产业 中场友与张秀也都有份 因此张秀和中场友的极力建议下 由陈泰接手了湾仔的麻将馆生意 陈泰好歹是个社团龙头 自己手底下也有不少麻将馆 多经营几家也不是什么难事 很快 陈泰就把吕乐的麻将馆扭亏为盈 可有句话说得好 赚不到钱时只有一个烦恼 那就是怎么样才能赚到钱 而赚到了钱以后 就有了无数个烦恼 这就是人性 陈泰在很短的时间里 为吕乐一伙人的麻将馆赚到钱 吕乐他们也获利不少 但是吕乐却开始发了一心病 他怀疑陈泰将利润的大头 分给了张秀和中场友 而自己拿到的则比较少 就这样 吕乐让儿子屡时上门找陈泰 要提高麻将馆的租金 以此来变相地剥夺麻将馆的利润 这儿得说一下 吕乐斥炸风云时来年 欲有一女妻子 但他的儿女却都是有手好闲的无能之辈 基本上就是靠着吕乐的钱过日子 花钱还大手大脚 甚至不够花的时候 就直接把吕乐的物业卖掉一些 继续奢侈生活 一开始 陈泰看在吕乐这个曾经的无意探偿份上 多加了一点租金 但是到了后面 吕氏不止一次又一次地加租 还开口找陈泰索取好处费 陈泰原本就是个暴脾气的人 历来只有他找别人收费 哪有别人找他收费的道理 他对着吕氏破口大骂 你以为你爹还是那个威名赫赫的总华探长 开口要加租我就得加租 陈泰脾气一上来说话就是冲 但这话吕乐很快就传到了吕乐那 吕乐可不爱听了 毕竟曾经香港的地下江湖 皆得看他脸色形式 如今仅管是自己的儿子李亏 陈泰却说出这话 在他看来 陈泰就是把他当成没了牙齿的老虎 从那时候起 吕乐跟陈泰反目成仇 开启长达20多年的明争暗斗 吕乐一直通过匿名信举报陈泰 举报他的麻将馆 习域中心等会缩里没有步伐够大 这使得陈泰的厂子经常被查 从而导致陈泰的生意一落千丈 信中的落款往往都是陈泰的哪个门生 而举报的理由大多数是陈泰公司里 有管制刀具等武器 或者是陈泰的厂子有哪些不合格的地方 虽然阿斯尔多数时候都是没查到 有查到的也仅是小问题 但既然有人举报 他们就得查 这也是直辞所在 吕乐这么阴狠的招数 搞得陈泰也是无可奈何 只好忍气吞声 到了1986年 陈泰通过他手底下的公司 以1300多万的资金 收购了洛克道金币大厦的所有商铺和几个楼侧 并在此开设了一间洗浴会所 取名为东银阁 直到现在 东银阁还有在营业 不过 看官们可不要误会 这是一间很震惊的洗浴中心 也在同一年 吕乐那些当年代付所的资产被拿出来拍卖 资产被拍卖 吕乐心里自然是不舒服 又得知陈泰花大钱在那儿置疑 吕乐更是怒从心声 对陈泰下手的力度就更大了 1992年 陈泰在那段时间 始终觉得被人跟踪 无论他到哪儿 都好像有人在看着他 就连上厕所都觉得不自在 陈泰察觉到异常后 自己也暗自调查这事 后来才知道 他是被漂亮国给盯上了 原来 陈泰的门生庄炳强在漂亮国发展 庄炳强带着社团成员 在当地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案子 在当地的势力很大 可以说是横着走 当地江湖人称他为三藩式教父 并且 在1991年时 华清棒的老大黄丹尼遭人伏击身亡 便是庄炳强一手策划的 为了这事 漂亮国做了充分的准备 并且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庄炳强 还有陈泰这位和合图的龙头老大 倒查报告上有很多三合会社团 而和合图社团排在最前面 并且陈泰还是和合图的龙头 因此他的名字写在了第一页的第一位 报告里面写着真泰陈泰 泰尔泰傻老泰 戴根泰的龙头等英文 在陈泰眼里 吕勒才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陈泰知道自己斗不过 又害怕连累家人被抓 因此想要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移民 但是被一有三合会背景没有拒绝了 要知道 周星驰曾经亦想移民过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拒绝 可见这些社团在海外也是危害一方 陈泰移民不成 只能是退出江湖 换取家人的安全 不过陈泰也不是省油的灯 到了1993年 他出手稳心的吕勒一番 那时候 嘉贤大厦和明贤大厦的一些套房和店铺 都是吕勒 中厂友 张秀三人共同拥有的 他们以5300万的高价卖给了一家公司 在半年后 陈泰以59666666元的高价 从这家公司的手头拿下这些物印 而之前提到吕勒儿子吕勒 是与陈泰起冲突的麻将馆 就是开在明贤大厦里的一个店铺 从房客变成房东 这是陈泰再向吕勒展示自己的实力 他要让吕勒知道 虽然时过境迁 但他陈泰的实力依然强大 陈泰是个闲不住的人 退出江湖后的生活实在是无聊 陈泰不得不找点视作 陈泰早年的江湖生活中 没少与人厮杀 也没少受伤 人说久病成义 对于跌打损伤这种事 陈泰还是很在行的 以此为基础 陈泰开始学习国粹 古读本草钢木神农 百草精等一系列遗书 几年后 他自学成才 开了一家名为陈泰爱酒护理中心中医馆 化身为一名和蔼可亲的老中医 为了发扬国粹 陈泰经常自己掏钱四处做广告 广告里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想法 比如中医认为 肿瘤是因为人体症区斜时导致淤堵才形成的 只要通了就好了 世界上没有肿瘤 肿瘤是西医无能编出来的之类的言论 而陈泰虽然懂一些医术 但他却没有去考正规的证件 便因为这样 他经常被指控非法行业 以及刊登不良信息等罪例 从2005年开业到2013年 他就被指控了四次 不过 陈泰的医术在业内的口碑不错 黄百明就常来给他理疗 要知道 自古以来 医生就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行业 哪怕只是懂一点点 也能衣食无忧 可令人惊讶的是 陈泰做了十几年的老中医 确实赔了一千多万 而按陈泰自己所说的 他本来也没打算赚钱 他开理疗管是看到 渐渐没人相信中医 他的所作所为 只是为了给中医出一份力 弘扬一下果粹 有时候 遇到一些急症 但经济又比较困难的顾客 陈泰还会无偿为其看病 医德也算是高尚了 十多年亏一千多万 对于陈泰来说是亏得起的 当初他买下屡乐意伙人的房产 已经增值了两三个亿 再加上房租和生意上的收入 这点钱用粤语来形容 就是洒洒水 陈泰于2017年此时 享年七十有八 这位江湖传奇 仿佛被上天开了个玩笑 因为他最终还是因为癌症病时 看他早年对西医的批评 这倒是有点讽刺的意味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黑白人物质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